號稱有史以來最熱賣的iPhone 6 全球短短三天就賣出了千萬支 還大缺貨 台灣今年開賣 國粉買期依舊不減 有人前一天下午就開始排隊 足足排了15個小時也不嫌累 電信業者就表示呢 這跟力量的iPhone 首日開賣的買期相比 iPhone 6明顯多了兩成以上 排隊苦等12小時 熱騰騰iPhone 6終於拿到手 興奮心情全寫在臉上 中華電信中午一早九點開賣 前一晚就有超過上百位民眾來排隊 買氣強強棍 強調iPhone 6供貨沒問題 還同場加碼寄出六支iPhone 6 讓現場民眾排隊抽獎 不讓中華電信專美於錢 遠傳電信 台灣大個大拼廠全省直營門市 也同步開賣 號稱史上最熱賣的iPhone 6 三大電信業者門市排隊人潮激爆 只是網路盛傳5點5寸的iPhone Plus 因為機身寶只有7點1公里 容易折斷 有人就因為開長途車 差點被自己的屁股 作斷 但iPhone 6容易折彎的傳聞 卻沒有交習鍋粉買氣 裝個殼讓它不會那麼容易彎曲這樣 跟5比起來它的金屬質感又更更真一點 iPhone 6買期望電信業者摩拳插掌 分時這塊大餅期待高買氣能待望四G用戶 開賣第一天已經有電信業者喊衝兩百萬支銷量 讓人見識到蘋果的魅力 記者黃立委 吳家寶 台北報導 作詞文維他関東